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心爱的挂件 结果顺利的被悬赏 于是小白开始丢丢丢 一发不可收拾 小白的工作越来越顺 还当上了个小主持 然后不满足的他继续丢丢丢 为了当上主持人 他摸了摸男友送的项链 虽然不舍 但为了机会扔掉 就这样 小白顺利的当上了主持人 而且幸运的被高层看上了 想提拔他做天气主播 于是小白决定继续丢丢丢 但是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这时水哥回来了 他紧紧的盯着水哥 只有他可以扔了 于是他和水哥分了手 换取了工作 住上了公司分配的豪华公寓 妹妹也替他开心 可实际上 小白没有扎实的功底 经验不足 所以始终欠些活后 然后背后出现了指责的声音 但小白觉得还是自己丢的东西不够 于是不停地丢丢丢 直到房子也空了 如愿当上了早晨的副主播 因为职位的步步高升 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他想要坐上主播的位置 于是小白直接在主播面前 把桌上所有的东西通通扔掉 然后倒地狂笑 醒来时已经在家了 妹妹担心她的情况 于是买了东西前来看望 小白直接把东西扔到楼下 还把和妈妈的照片也都扔了 最后姐妹不欢而散 小白彻底什么都没了 第二天 主播就出了外遇的新闻 于是被停职 小白也顺利当上了主播 好景不长 因为主播实力过硬 又和小白抢夺主播位子了 而此时 小白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扔了 于是她约主播来到天台 并把她推了下去 终于 小白顺利地当上了 有话语权的女主播 收视率同时段排名第一 每期内容都需要她的深刻 这天 有个部下给她提议 报道官员贪污的消息 因为没有证据 团队觉得不需要报道 但小白还是坚持 结果他们遭到了投诉 说是内容虚假 自己也被停了之 回到家的小白 觉得肯定是东西丢的不够 可家里已经家徒私逼了 彻夜未免的小白终于有了主意 她决定丢掉自己 来个死亡直播 收视率绝对爆表 于是她用手机录了一段视频 慢慢地走到了窗前 跳了下去 后来她凭借这段视频火了一把 节目收视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 故事也到此结束 如果舍弃一切 会让你变得幸运 你会这么做吗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世界奇妙物语之 气物女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尾呀 今夜の死についても言及しています こんばんは 時田詩織です